音樂與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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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各位貴賓好 大家都知道在遊戲中 音樂與音效也是占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次講座我們就邀請到了 魚頓瓦老師 逆程信老師 蘇玉博老師 標明忠老師 吳博毅老師以及楊上峰老師 來為我們介紹說 在遊戲中音樂與音效的製程 還有他的各種方法 我們先來掌聲歡迎他們 稍微跟各位提醒一下 待會最後如果進行QA實驗的話 我們這次有設置中間的一個站台 如果有進行QA需要的觀眾 可以到中間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行問答 謝謝 大家好 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場講座 和我們一起來認識 如何把遊戲音效做得更好 大家好 我是Game Audio Taiwan的總籌 魯敦華 Game Audio Taiwan是台灣遊戲音樂音效的一個社團 我們會透過定期舉辦活動 來幫助聲音工作者 之間彼此互相交流跟學習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五位獎者 來分享他們在外包溝通 互動設計 晶片音樂 以及實體錄音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位獎者是 遊戲眾神之鬥的配樂家楊桑峰 他會和我們分享 遊戲團隊與外包作曲家溝通的技巧 我們歡迎桑峰 各位好 因為時間沒有很多 如果等一下有音樂播放的部分 我可能就挑著放 請各位見諒 我是做遊戲配樂的 我幫一個格鬥遊戲叫做《眾神之鬥》 做遊戲配樂 就是很多聲明在打洽那一款 有一點莫名其妙 基本上我要講的內容就是 如何讓一個遊戲團隊 去跟一個音樂作曲者去做溝通 然後去做出協調出一個 符合遊戲團隊需要的作曲 以我個人的經驗去做一些分享 首先我們就直接切入 音樂大概有分兩種 一個是大調 一個是小調 大調的話大致上拼起來 就是比較愉悅 比較開心 比較亮面 比較光明一點的 小調聽起來就比較悲傷 比較恐怖 或是比較嚴肅的那一種 再來就是說 我們先大概聽聽看 什麼樣叫大調 什麼叫小調 這個是我幫一個遊戲配樂做的 那個類似古典巴洛克風格 那我音樂就跳著播放 請各位見諒 一開始是小調 我跳一下 跳一下 我跳一下 然後現在是大表 一樣的曲子喔 降個半音而已就變大表了 可是我後面四拍子 改成三拍 一二三 有沒有 好 這個是一個曲子 同一首曲子 有分大調小調的做法 然後另外我再聽聽看一個 什麼叫大調 這是幫眾人直鬥格鬥遊戲做的 就是遊戲神干架打完以後 然後遊戲勝利的音樂 這個就是很基本的 聽起來就是很老套的就是大調 然後我們現在聽聽看小調 小調不一定都是難過傷心的 像我這個是中國風的曲子 我用小調下去去做 但是它不見得聽起來是很傷心 那大家聽聽看 好 OK好 它大調小調 其實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沒有放 大概來講大調小調就是像這樣的感覺 就是它沒有一定說怎麼樣叫做大調或小調 可是 大致上可以分類就是 嚴肅一點 悲傷一點叫小調 開心一點 亮面一點都叫大調 那你跟優樂曲溝通講的時候 你可以跟它用這個做最基本的基礎 去跟它做溝通 等一下 好 OK OK好 接下來 音樂四個要素 這只是個很粗淺的分類 但是如果你要跟樂師講 講說你做音樂我要怎麼去跟你講 你要怎麼改的話 你可以用四個下去去跟它做切入 第一個節奏 節奏就是我們講的爵士鼓 或是鼓 電音鼓 大鼓 或是太鼓這類的東西 旋律的話 就像一個曲子的主角 你要聽流行樂的時候 男生女生開始唱下去 咖下去那一刻 那個地方開始 大部分來講那個就叫做旋律 以一個鋼琴來講 它就是鋼琴的右手 那和聲的話 就是像鋼琴的左手 那就是在唱歌的時候 後面背景在伴奏的那些東西都叫做 大字上都可以稱為和聲 音色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今天你要做一個RPG配樂的東西 中古風四季 那種類似摩戒那種時期的音樂 你就不可能裡面出現那個鼓針 三位線 或是爵士鼓或電吉他那種東西 所以就是以前簡單講就是樂器的選擇 你必須跟那個作曲的配樂師講說 我有些東西是我不需要的 然後一些樂器是我覺得我喜歡 我想放下去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樂師溝通 我們有幾個基本的那個溝通的討論技巧 所以我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你有案子開始的時候 你一定是先找配樂師去做溝通 中間要一個驗收的時間 驗收很重要 我等一下再補充 驗收確認OK的時候 才下去繼續請他做下去 如果沒有的話 然後再請VH再重新溝通 然後整個要爛到結尾 之後才是付款 然後才是微款 因為金額這樣子 記得你要跟樂器師溝通的時候 樂器師沒有像想像中那麼浪漫 他們的想法其實都還蠻死的 你要跟他講說 我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你不能跟他講說 你給我一個飄飄然的感覺 你給我一個很憤怒的感覺 你給我一個什麼什麼的feel 我跟你講樂師沒有懂那麼多 你必須要給他類似的曲風給他參考 跟他講說 你希望樂器裡大概會出現什麼樂器 音樂裡面大概出現什麼樂器 如果你有遊戲的畫面 給他人設背景世界觀 然後事先了解樂器師過去作品的水準 其實不應該講是水準 他大概是做什麼曲風 比如說這個樂師他很會做電音的 可是你今天要做的東西是RPG配樂 跟電音完全不相關 你要他去音樂去做一個RPG配樂的風格 可能味道就不見得是你要的 然後還有跟他講清楚要什麼格式 分軌檔MP3還是WAVE檔或是OGG 再來講就是說中期溝通 樂師通常會花一些時間去做曲 你一定要中間做一個驗收點去跟他講 避免說他做一做很爽 他做到最後完畢的時候 發現所有曲子跟你要的東西 一開始講的不一樣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做一個中間溝通的時間 聽了以後 你再跟樂器師做一個矯正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有設定這個中間的時間點 你遊戲通常不見得會百分之百都完成 所以你就是說 你做這個中間驗收的時間點 你可以試這個驗收時間點去調整你遊戲製作的方向 這樣子 然後就留一點空間 給樂曲師去做一些發揮 但是有一些細節一開始講好 這樣樂曲師絕對不可以改動的 就要先設定好 這樣曲子做出來才會符合你要的需要 再來後期的溝通 以我的經驗是 假設說你是12月30要 你至少要提前一個禮拜叫他交件給你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做一點小小的修改 EQ要調一下 前後段度要換一下 樂器音色稍微修正一下 做至少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你跟樂曲師做一個調整 再來 很重要一點 聽樂的設備 你今天做的東西如果是手遊 那請樂曲師做出來以後 請他用手機聽聽看 你今天做的東西如果是什麼 電視上或是電影上的類似那種配樂 請他不要用手機播放 因為樂曲師在編曲之後 都是拿鑑聽設備在聽 鑑聽耳機 鑑聽喇叭 他不見得會去拿家裡的很爛的電視 或刻意灌的MP3到手機上面去聽 這很重要 因為你的客戶就是你的玩家 是用什麼設備去聽你的遊戲的音樂 那這一點你一定要跟樂曲師講清楚 再來我們來試試看我們配樂實際上操作 我跟那個重存直鬥的那個遊戲公司 那個老闆Ken 這我們討論 我要做的其中一個角色叫天造大神 那去Google才知道原來他是女的 然後再說不管怎麼樣 你像我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就少設定關鍵字 然後讓我去跟那個 那個重存直鬥的老闆去做溝通 形象關鍵字 日本那個神的形象 日本神和風烏女鳥就是神社 然後樂器的話 把你所有你知道的樂器全部都列上去 就算不是也沒有關係 曲風的話 我們最常聽到的日本曲風 可能馬上就知道 像我一樣阿宅的話 我就可能第一個想到火影忍者 不然就是和樂器樂團或是一些和風音樂 但是非要這樣用不可 像我跟那個重存直鬥的老闆就講說 我不要做火影忍者的味道 一聽就是很火影忍者 不要 就是不要 然後所以就跟他講說 那我要做一個很神色的味道的東西 看起來很那個 很宗教味道的東西 那那個日本的神樂 就是有一種樂器叫做秘術 我不知道可以怎麼形容那個樂器 但它就是一種很小的一個目的子 然後再加上聲 那聽起來的東西就是很老氣很糗 聽起來就很老派 你們聽聽看 這是我模仿那個日本神道家音樂師做的樣子 然後那Ken聽到就說 Yoshi 你做這個東西怎麼樣叫格鬥 聽起來完全就不熱血 啊 怎麼辦 好 我想辦法讓它熱血一點 我讓它加一點樂器進去好不好 然後它開始質疑我的能力 完蛋了 我被質疑了 那我就這樣講 就放這給他 好 我後面第一段 第二段 好 完蛋了 聽起來更老 有沒有 很像在念經 有沒有 他說 好啦 你那個飲料的味道 那種神色的味道都出來了 但是問題就是 感覺完全不夠熱血 你後面能不能加點東西 讓它感覺快一點 好 要快一點 好 那我就想辦法讓它快一點 我就把那個後面打鼓的聲音 再打得密集一點 然後旋律重新寫一下 我跳著放 好不好意思 我跳著放 好不好意思 有點像日本小店的味道 有沒有 好 然後那個 Ken就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說 你完全日本風格有了 可是我覺得聽不太出來說 什麼樂器是很認得出來 就是一聽就是日本味道的 他說 那我問他你要什麼樂器 他說他要加三位線 我說我完全不會彈三位線 那三位線的音樂就感覺像吉他 他說你不可以把三位線彈成像吉他 那怎麼辦 好 我就找三位線的音樂 想辦法給他套下去 然後就以我自己對三位線的理解 就給他放 可是我覺得聽起來很怪 到最後我沒有加 然後 所以聽起來怎麼 我想要把氣氛轉換一下 不要一直這樣 蹦蹦蹦蹦蹦蹦蹦 我覺得很難聽 ok 好 你聽得出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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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總之就是 這個就是溝通的技巧 因為你不見得每個東西就是 你要做的東西就是會符合他的需要 可是你越是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 你就是要做出一個東西符合他要的感覺 那我現在做出來就是這樣 他說 他叫我把三位線夾下去 好 然後他說 你不要只有上三位線 那原本的聲音怎麼沒有了 好 我就給他混在一起 就只要試試看 就把音色調整一下 混在一起 感覺就這樣 他說 OK 這樣很好 這樣不錯了 那Kevin 你能不能幫我想辦法收個結尾 我說 你這樣就要結尾 不太好吧 你這樣就要結尾 我覺得我還想加點東西 你們在座的 有沒有看過 跟我一樣七年級 有聽過那個什麼 鬼神童子 有沒有 鬼神童子一開始 是不是唱歌會有個念經的 對對對 我跟他講 想說 你現在做日本的神 你不要從頭到尾 就只有那個三位線的樂器 你要做一點那種有神明的感覺 那我就把念經加下去 他說 很帥 你要去哪裡錄念經的 然後我就去找一個日本朋友 住在那個鳥居神社 就是那個稻荷大神附近的 早上那我姐姐 阿伯 你要兩間 有得過人家同意喔 才去給他錄音 然後錄起來的聲音 我覺得我失敗了 錄起來的聲音是這樣 我完全失敗了 然後 我不敢跟那個老闆講 說我這個聲音看起來不太行 然後 我就怎麼辦 我只要把那個雜訊切掉 然後想要給他加上reverber 然後讓這個聲音模糊化 聽起來好像比較寬闊 事實上它音質還是很爛 勉強啦 勉強救回來一點啦 但是套在音樂上又是一回事 所以我就看看 套在音樂上是怎麼一回事 好啦沒有很鬼神童子啦 但是至少聽起來比較 日本 那種神明那種感覺 OK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把音樂完成 如果你們對音樂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聽聽看那個 那種神之後的那個配樂 或是去買那個音樂 在Steam上買下來 買那個音樂下來 然後那個 下一頁怎麼按 暫停 好 OK 然後下一頁 OK 那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收費標準跟免費資源 你要用手邊的資源 怎麼快速達到自己的需求 你關於錢的部分 我這邊不討論說 費用大概是多少 但是你記得 你找月時合作前 你要先了解 你對音樂需求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買斷 你可以買斷 你可以不買斷 有些樂師是說 我絕對不讓人家買斷 這個都要事先去溝通的 但是如果買斷的話 通常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不買斷的話 就代表說 樂師保有這個音樂使用的權利 他將來可以用給其他的遊戲 或拿來改一改 做成別的東西的配樂 你不能有意見 如果你要買斷的話 那你要考慮 你買斷要幹嘛 除了你遊戲自己用 你可能將來給其他的樂師去改編 去弄成你要的電影 或是你要的影片 去做宣傳 去做廣告 甚至說你咱說 音樂另外包裝 另外單獨再去賣 如果你選擇是買斷 樂師就沒有權利去干涉說 這音樂將來是怎麼做 他只能說這音樂是我做的 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這邊有一些免費的音效音樂 就是沒有版權需求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去找 不一定是直接 非要找樂師做配合 當然要找我討論的話也是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是我大概一些資料跟簡歷的 如果有個人有需要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看看 然後我自己有帶一些名片 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跟我講這樣子 對不起 謝謝謝謝各位 我們感謝上風生動的分享 那下一位講者是 現任大語資訊的音效師 宁辰信 他參與過軒眼鏡6 和軒眼鏡外傳窮之飛的音效製作 今天他會分享他使用虛幻引擎 設計音效的流程 我們歡迎辰信 謝謝敦華的介紹 那我是大語資訊的寧辰信 那在這10分鐘內 我會盡可能分享我使用 Unreal Engine 4內建聲音引擎的一些經驗 那在我們拿到製作好音樂音效之後 那我們就是匯入遊戲引擎 之後可以分成大概這三個步驟 就是設計聲音的播放機制 以及遊戲中實際執行播放 以及後期的混音 那設計的部分 我認為一開始我們就要規劃好 Sound Class的類別 然後 在之後我們再設計好Sound Cue的時候 才可以很好的去分類聲音 那播放的話 也分成很多種情況 比如說你可以在場景的level 自動觸發聲音 或者是你可以在animation上去掛notify播放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過PP 或是寫好的C++來播放聲音 那接下來你也可以利用Sound Class 以及Sound Mix 來製作後期的靜態或動態的混音 那我們來談Sound Class的規劃 那一般來說遊戲中會有幾個大類別 就是音樂、音效、語音這三個最基本的 那再往下細分的話 就是要看你的遊戲的類別來決定 那如果以一般第三人稱的RPG來說的話 可以再往下有像是角色的類別 Player類別、敵人類別、UI類別 以及環境音效 那再往下細分也可以像 主角下面可以有Foli聲啊、技能聲啊 不同材質的授集聲 以及戰鬥的語音 環境音也可以分成2D或是3D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在Unreal Engine中 它的那個音量 子類別的音量是會繼承字母類別的 所以如果你像Player類別如果是0.5 那Foli類別的音量只是0.5的話 那你指定給Foli的聲音 它就會是原本的四分之一 那Unreal Engine中大概規劃好的類別會像這樣子 那綠色的類別是代表說我設定了Passive Sound Mix 在我播放綠色類別的聲音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去壓低其他我指定類別的聲音音量 那我們規劃好的類別之後接下來可以去設計Sound Cue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Sound Cue 那基本上在我們匯錄音樂音效到引擎之後 它會自動產生一個Sound Wave 就是這黑色三個Sound Wave素材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聲音的素材 那你在Sound Cue Adidas中去對這些素材 經過一些播放的行為設計 像是隨機播放等等 那它的輸出最後就是Sound Cue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在Sound Cue Adidas中的一些功能 那Wave Player就是播放你的聲音素材 那Modulator的話你可以去隨機的 去對你的聲音音量音高做調變 那Random的話就是去隨機播放你的樣本 那Continuous Modulator比較特別是 你可以在聲音的信號流中去插入一個音量 或是音高的外部參數 那之後你可以再透過C++或是BP去控制它 那Mix的功能聲音就是混合不同的聲音樣本 那Delay和Looping 這個放在一起講 就是Delay的話你可以設定一個時間範圍 然後去延遲播放你的聲音樣本 那Looping的話它是一種邏輯的循環 代表說在這個Looping節點之前的 所有一切你做的聲音處理都會去循環 像以下面舉個例子 如果你用Wave Player去播一個聲音素材 那之後經過0到4秒的聲音延遲 然後再掛一個Looping 那你就可以在播放這個Sound Cue的時候 在不同的時間間隔去 就重複去觸發同樣的樣本 那這邊我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洞窟的水滴 我這邊使用了4個水滴的樣本 然後經過音量音高的調變 然後最後經過隨機的播放 然後掛一個Delay looping 然後要重複的播放 最後再混合一個背景的風聲 做一個洞窟的環境 所以可以感覺到它時間上是有錯落 就是不同的間隔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之後設計好Sound Cue之後 就是我們就是盡可能去 依照我們之前規劃的聲音類別去分類 去指定到它應該是屬於自己的類別上 像如果是環境就是要環境3D或2D 看它是什麼樣的類別 那之後你播放聲音就是盡可能 以Sound Cue當作程式播放聲音的最小單位 這樣的話你可以確保說就是 你的每一個聲音都能在你的混音系統之下 不會有任何聲音漏掉 都會可以被你控制 那 U1中的3D音效 一般3D音效比較 傳統上比較是Mono 但是U1中 U14中你可以使用Stereo聲源 就是你在場景中如果觸發3D音效的話 它會自動觸發Stereo3D的話 它會自動拆成左聲道和右聲道 那你也可以去定義兩個聲道之間的距離 那Stereo3D比較會常用在範圍比較大的聲音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火把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想用個Mono的聲音 但是如果是一棟房子 一棟房子它的範圍比較大 火燒比較大的話 你就會比較想用Stereo的聲音 這樣角色接近的時候 比較能感受它的範圍感 再來我介紹一下Unreal中的Concurrency 它是發聲速限制的功能 就是你前面設計好的Sound Cue 如果你指定了Concurrency的話 那在同時播放Cue的總數 如果超過你設定的最大數量 那引擎就會幫你去限制播放行為 新的Cue它可能不會去播 或是你必須要去停止你已經播放的聲音 那根據距離啊 存在時間啊 或優先級以及音量 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停止它的策略 舉個例子 如果有個技能 就是 是冰柱 在角色面前有一排冰柱 就有左自右 就依序的爆出 就像土這樣 蹦蹦蹦蹦過去 那 你這個時候如果你的發聲速限制 是採用停止最遠的 是在播新的 那你可能冰柱播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發現它播不出來了 因為你就是 你的策略是停止最遠的 那 你這時候你可能用停止存在最久 再播新的聲音 這樣可能會比較合適 那這聲音 才會就是 才會順利的播完這樣 那 遊戲中還有很多播放的例子 直行播放的例子 那我簡單講一個Animation Notify 就是 一般 動作做好 會有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動作 Animation或是Montage 那你可以在上面依據動作的時間點 去掛聲音的Notify 就是下面那紫色的時間點 那 紅色框那邊有個Follow功能 蠻特別的是 你可以把不同的Notify去 去掛在 就是角色的骨骼上面 這樣它的聲音可以跟著角色一起移動 那 就是遊戲中的 大概 大概 有一定數量的聲音都已經能夠正常的在遊戲中播放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進行就是混音的部分 那 靜態的混音就是 你會去對就是每一個的SoundQ去做音量的調整 那你也可以去針對Sound Class來去調整到一個比較平和的狀態 那之後你也可以利用Sound Mix來做動態的混音 Sound Mix它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同時去控制你前面規劃不同的Sound Class音量 同時添加一個全局的EQ 然後你就可以依照遊戲中的狀態來製造不同的效果 比如說你在進到戰鬥場景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要稍微降低一點環境音效類別的音量啊 或是削減一些戰鬥音樂中的中靠頻 來讓你的打擊聲聽起來比較明顯 那或者是你在平常地圖形種的時候 你可能想暫停打開選單 那你可以去降低BGM BGM類別的音量 然後同時添加個EQ 讓它的音樂有一個比較模糊的效果 那最後我想要簡單介紹一個互動音樂的例子 那我在這個測試中我想要 就是知道 就是我設計四層場景 然後我再進去的時候可以 由內而外進入 然後對拍切換到屬於該區域的音樂Mix 他們是同一首曲子只是不同的Mix 那在Sound Cue的設計上 我就採用四個外部參數 然後同時去控制 就是各軌的音量 那就是要注意它的參數 最好一開始設定一個幾小時 是0.001 在UNREAL中 如果你設定是0的話 它在播放的時候 就是UNREAL不會讓它開始播 就是一定要是一個幾小時 它才會播放 那對拍切換的部分 就是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講個概念 就是 一開始的話我就是先 利用Fading去觸發這個Sound Cue 之後再觸發一個Timeline Loop 讓它可以在每小節第一拍的時候做一次執行 那之後在角色進到新的區域的時候 它開啟一個Gate 讓這個Timeline Loop的執行命令 能夠觸發後面的參數控制區塊 然後可以去執行各軌的FadingFadeOut 那我這邊來播放一下我的例子 謝謝 好,那我的部分就大概就到這邊 就是謝謝大家 那有什麼需要交流也可以記我的心想看我的聯絡 謝謝 我們謝謝誠信的分享 下一位是獨立遊戲音樂音效師標明忠 他擅長890年代風格的晶片音樂ChipTune 如果你是想入門電腦編曲 卻不知從何下手的初學者 今天他就會教你如何用晶片音樂ChipTune來開始創作 我們歡迎明忠 嗨,感謝獨立,我是阿彪 那我喜歡8bit音樂 因此就開始研究了 首先ChipTune早期因為受到硬體限制 就必須要用晶片 但是到現在 在ChipTune就已經變成一種曲風了 變成一種歷史 在歐美主機遊戲上有流行叫Tracker這套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介於以前程式 程式撰寫編輯音樂跟現代 那種MIDI方式 之間的形式 然後Tracker到現在已經常常被 用來當做DJ使用 或者是一些復古遊戲的Cover 以前都是要用程式碼去寫的 有Tracker之後就變得比較方便一點 再來要講到重要的概念 晶片音樂的話 它就有發聲數限制 像那個紅白機或者 只限定在三個音還有一個鼓組 也就是說你在彈奏的時候 然後你不能一下子壓下去 四個或五個 它一定有一個會跑掉 接下來就以紅白機 這個很流行的遊戲主機來做說明 首先這個晶片 這紅白機裡面的音效晶片 它主要提供兩個脈衝波 主要做主音跟伴奏 那個三角波 通常拿來做Bass 跟一個噪音波拿來做鼓 跟一個低精度的曲樣 就是你拿那個 人聲去錄一個曲樣 或者是音效 但是它 佔的容量還蠻大的 所以比較少用 因為以前的Long 卡帶很貴 你假如說你到 兩枚四枚八枚 那成本很高 所以廠商都不太敢用 OK 好 它波形就長這樣 上面 上面兩個矩形 這個三角形跟一個 噪音 好 跟曲樣 再來我要講 就是那個Tracker的 我現在 在使用的工具 Defo Mask 但它還有其他工具 但是它比較 它可以支援其他 主流的遊戲遊戲機 好 好 好 這次就是它的介面 首先 我開一個新檔 我一個 如果我要做一個新的曲子 來說的話 首先 檔案開起來 要先從那個樂器工具開始 就先編輯 剩出好幾個樂器出來 首先兩個 第一個是波形音量 的曲線 第二個是帕音 我這邊有影片範例 這是普通的 短一點的 長的 這樣 激光槍 再來是那個 爬音 這第二格 這個地方 高音 瞬間高音低音 随机 像这样的组合 就可以做出很多音色 那你在这边 可以做出好几组音色 那等一下会讲说 这要怎么用 在编辑音符的话 你可以自己拿MIDI键盘 它支援MIDI键盘 或是你的电脑键盘 电脑键盘就是上面的排列 图示的排列 那先输入音符 这是Bass的部分 然后按Tap键可以输入修指符 它这边Off的地方 然后如果你写到一半 发现不够用的时候 按左上角Insert 可以再加乐句 这是Pattern概念 然后再编辑音符的话 你写完一个音符 这边解释一下 C是音名 就是AS 斗的音符发说话西斗 但是音名是CDEF 这样 类似这样的概念 然后 2是音 8度 第几个8度 再来 这黄色是音量 但是这边是用16进位 123456789 ABC到F 这不要搞错 这个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和弦代码 OK 再来是乐器指定 就是刚刚做的乐器从0号到F 可以指定他乐器波形要用哪一个 效果器我等下再编 从这边我先把Drum跟Bass 组合起来 再来 在Noise这边 加入的不同的 波形 乐器的波形 跟不同的音高可以组合 跟那个 大鼓小鼓跟 跟Hi-Hat OK 在后面的 呃 这边后面音名后面的音量可以 我这边是做出 渐进的效果 这个 6 8 A C 越来越大声 好 然后我这边讲一下基本的效果和计较 就是Delay器的 呃 就是把两个声音叠起来 然后把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音色把它往后拖 就叠出比较厚的 厚一点的音色 像这样子 这其实都复制 但是其中一个比较大声音 其中一个比较小声 这个也 这个再拖更后面一点 好 那我们听一下 Core I S 这个是小狗 再把它复制 往后拖 好 左右 好 再来 好 这边就是Delay的运用 就是把原本 拖 第二轨拖 拖往后的 把它给塞进去第一轨 也就是大声小声 大声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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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可以用一轨做出Delay效果 听听看 这个 这个比较需要记一点 就是 呃 我 点 点跟点中间 中间需要记一下音名 好 这比较麻烦 再效果器 这后面 这个 乐器指定后面 你可以指定说 效果器的编号 好 这边01来说的话 是往上滑音 跟 02的话是往 或者是你可以做出 哇哇哇哇哇哇哇 这类的效果 然后后面红色的是那个 它的效果器的素质 好 在这边 范例是速度越高越快 也是一样用16镜子 好 像这个 我把曲速特意放慢 这边 这边可以写在空的音符上面 让它即时在发生出的波形上面 直接做效果 然后这边是一个失败的法力 好 这边由于没归零 因为我 我不想让它滑音 在这一段我不想让它滑音 就加一个素质答归零 好 在这边可以查一下 如果要详细一点 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说明书 它里面的说明书 详细的说明书 这个代码是什么效果 还有各个主机 它自己独有一个代码 好 再来可以塞 我就考虑塞一些音色 像这个后面第五个 就可以塞曲样 自己录的 然后归进来 做 就碰 后面 咚 碰 这种 Hit的感觉 这边 应该不用 然后过 大概过四个小时 我把它完成 可以听一下 大概是这样 我用刚才技巧 把它弄出来 好 好 因为音色比较 音色太少了 所以我就 我必须要想很多 很多精简音色的方法 像和弦都不能用 你只能用 就用塔音来取代 像这样的技巧 我还蛮好玩的 那希望这些 这工具能带给你们一些 启发 还有一些 编曲方式的 一些新的方法 谢谢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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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位是 游戏螢幕判官 配乐家 舒玉博 他擅长创作 古典管弦编制的作品 今天他要分享 如何在有限的预算里 规划适合的录音规模 来提升游戏的品质 我们欢迎玉博 谢谢 谢谢 录制真实乐器 那照片中可以看到 就是 这是我在一个案子中 我录制一些 就是真实乐器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 直接切入主题 我准备了一份就是 我之前录的一个案子 然后 有存我用MIDI先做好的demo 然后跟一个 就是已经录完音之后的样本 那 我就想说 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MIDI是不是做得很好了 就是 再也不需要实体录音 所以乐手可能会失业 但是 大家可想而知 也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现在电影 还是有一些游戏当中 大家都还是 如果真的做得这么好 大家就不会选择说 那我干嘛要花这个钱做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看看 第一个是 纯MIDI 好 这是纯MIDI的部分 好 那我接下来播第二个 好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差 那如果大家觉得没什么差的 有可能是 你们可以说我做得太好 或者说乐手拉得太烂 那看你们怎么取决于 这个目的性 对 但我觉得可能是 我做得太好 之类的 好 开玩笑 好 那 刚刚是纯一个MIDI 还有一个纯真实的 那 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 因为毕竟 我这一篇讲的是 真假乐器笔的调配 就利用有限的资源 混合MIDI 真实乐器达成最好的效果 因为毕竟 假如例如说 你找一个 就像刚刚可能上峰跟我讲过 他可能同时做了 20个乐器好了 就是用20个乐器组成这首曲子 那 我有那么多钱嘛 我身为一个案主 我想要20个乐器都录嘛 可能 没有那么多预算 那我可能选择 我挑几个重要的 或五个 或者一半 或者甚至三分之一 我把重要的乐器挑出来 然后 有点像以假乱针的方式 就是说 我塞几个重要的真的 这样你比较不会去注意到 后面那些假的 然后 把大家骗过去说 好像后面听起来也蛮真的 就是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对 然后这是 那个游戏的场景 那 刚好有信 我是用真的混假的 大概比例是六四 就是假的 假的是六 然后真的是四 大家可以 听听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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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真假混合的案例 就是 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的 有一些东西是假的 但如果你问我 我其实也不会告诉你 哪些是真的 还是哪些是假的 好 好 反正已经露线了 反正就是 这是当时录音的情况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有大提琴 然后有中提琴 那还有小提琴 那再给我偷看一下 反正就是 大概就是少量的乐器 然后去 假装我好像有很多一样 但其实我只有 就是请一点点人而已 好 那我现在来讲 稍微讲一下 就是什么样的游戏 适合录制真实乐器 或者说不适合 或者说 有一些是混合的 像 F15 可能大家都有玩过 因为它比较偏向于剧群取向 而且它这个游戏 确实 它也是整个都是录制 就是真的管弦乐团 而且是一整团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那就是一笔很大的花费 但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有需要 就是他们的游戏性质 是 你说他们故事性很强 或者说 他们在某些场景 是需要很震撼人的 我觉得在真实的乐手方面 这一点还是 毕竟他们差别 就是一个是有灵魂的 一个是用抓在电脑前面做的 这个还是他能从演奏中 乐手能从演奏中告诉你 就是他的演奏是有灵魂的 那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 《空之鬼迹英雄传说》 它是一个 我觉得算蛮好的 增加混合的例子 大家如果有玩过 应该知道 它里面有很多曲子 是一个 下面会是一个流行的编制 就例如说 电吉他 鼓 这些 可是它上面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soro乐器 有可能是小滴琴 有可能是大滴琴 他们会选择在 这个soro乐器上面录制真的 然后下面的乐器是电假的 这样会让 就是以假乱真的方式 下面可能 毕竟你们在听电吉他 电贝斯这些东西 可能没有像你听小提琴 如果是真的 人拉跟假的 其实是蛮好分辨的 所以他们才会采取 这种真假混合的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 《Undertale》 我觉得它是纯密底音色 它不一定需要 使用到录制真的乐器 但其实如果你们 有仔细听它的原声带里面 它里面有几首 是有用到鼓 bass 跟一些小小的电吉他 但为什么不用 是因为它 游戏的性质 跟它使用的 都是比较电的东西 你没有必要再去 把预算再播到 只录 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小东西上面 所以我觉得 它的例子是 我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去使用到录音的 录制真实乐器的部分 再来就是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我要分析给你们听 就是你们大概要花多少钱 就是你们在录制上面 要花多少钱 第一点呢 就是乐手费用 你们上面的价格 一千二到三千不等 就是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好 因为有可能更低 有可能更高 第二点 就是所谓的录音室费用 也是一个小时 一千二到两千不等 有的录音室 它会付录音的人 有的不会 第三点 就是录音室本身的费用 好 第四点 录音时间 有可能几个小时 有可能几天 有可能是几个小时 加几天 就是你们在这里 就可以大概 到第四点 你们就可以大概去评估 你们这个budget 要花到多少钱 那第五点 就是所谓乐手多挂 例如说你乐手一个 是算最便宜的 我算一千二好 那五个人就乘以五 然后再乘以六天 再乘以六小时之类 你就可以大概这样算算看 第六点是比较不一定的 录音室器材的租借 有一些录音室 这是我少数遇到 一些录音室 它有一些比较昂贵的设备 如果你要过它的一些设备 一些硬体设备的话 它们可能会加收一些额外的费用 但是比较少数 这是我自己碰到的一些例子 再来呢 这是更现实的问题 这是我之前报给别人的一个价码 你们可以大致上看到一下 就是作曲非用混音 因为你录制真实的乐器 还有一个很麻烦的 就是乐手要练 需要看谱 你还是需要出谱给人家 那你看我可能大致上讲一下 小提琴一把一小时一千五 然后数量我要录两把四小时 这样总共多少钱 就很明显我是统计给你 统计出来说 我制作这个到底是需要多少费用 然后可以达成到 刚刚真假混合的目的 这个案子的报价单是一个真假混合的案子 就是它用少量的东西 少量的真实叠在假的里面 然后来让它造成比较大的效果 对 比较最好的 希望可以达成一个最完美的效果 好 好 我今天讲真实录音的东西就到这里 那如果最后有什么 有关于真实录音的问题 那都可以来问我 谢谢 我们感谢玉博的分享 今天的最后一位讲者是 游戏神武幻想2的音效师吴博弈 他和我们分享 如何使用中介软体 设计出有序的互动音效 来加强玩家的体验 我们欢迎 大家好 我是今天第五位讲者 我是博弈 那我今天的主题是游戏声音互动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东西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自己一开始是从事影视相关的配乐 就是配乐制作和音效设计 那我现在在九凤担任生物幻想2 这款游戏的音效师 其实游戏的声音跟线性媒体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游戏制作人 或者是音乐音效工作者 你应该有这样的概念 好 那接下来十分钟 会让大家稍微了解声音互动 好 在神武幻想2这款游戏 其实我很前期就加入转案 那 这是我的工作流程 包含音乐音效的规格建立 然后到中间音乐音效的制作 有部分会是外包 到最后我是用Middleware 我是用Fmart做声音的整合和互动设计 那也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块 好 什么是声音互动呢 其实游戏跟电影 我们不像电影 我知道可能在电影的剧情 我知道它30秒之后 那个剧情就会打到高潮 那我就可以开始做音乐铺陈 但是游戏不一样 就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玩家在游戏里面的行为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音乐音效之外呢 还必须要做一个声音的互动 互动机制 那这个机制是可以让 就是可以跟着玩家的行为做改变 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想像 像赛车游戏啊 就有吹油门它声音会改变嘛 还有金属探测器这种 常常会在改变声音 或是如果 大家有 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注意听的话 我发现有些游戏在 不同材质的地面走路 会有不一样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会不太一样 这也是声音互动的一种 那现在先给大家 实际听听看声音互动的感觉 这是我做一个探测器的 音效 那一个参数呢 可以改变它的声音 好 然后实际串进 这个是我做的测试场景 感觉好像手楼袋要爆炸 除了那种比较直观一点的声音互动呢 我接下来再举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当我在潜行的时候 我离敌人越来越近 背景的声音会越来越安静 或是敌人越靠近我的时候 音乐会越来越强烈 我今天在森林中 我施放 对空施放一个范围剂 周围的声音会突然安静 我在游戏中晕眩或是中毒的时候 声音听起来会闷闷的 就是有时候还有耳鸣吗 听不太清楚 举以上几个例子呢 可以大概列出 我大概列出几个声音互动的功能 有引导玩家行为 强化视觉效果 帮助玩家抓重点 也就是前面那个 晨星有提到过动态混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增加游戏的沉静感 好 接下来我分享一个 跟环境声音互动有关的例子 以这个禅叫为例子 那为了模拟真实 我做了一个效果是 当玩家靠近这支禅的时候 它会停止 然后远离的时候它会恢复 那大家实际在测试上 听不听看 一般我们在做这种 比较大范围的环境 通常会用2D的声源 什么是2D声源呢 就像背景音乐一样 它就是2D的 它没有方向性 那如果这时候 把刚刚做的那几支 中几个3D的音源在场景上 那可以让这个场景的环境更加丰富 更有变化 好 接下来介绍这个是 声音互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RTPC 实时参数控制 这听起来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不过简单来说 它就是可以让声音达到渐变的感觉 像是游戏中有一些距离啊 速度高度这种 就是持续在变动的参数 那我们可以让声音也持续跟着改变 好 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在专案设计的一个动态的风声 我设计一个参数 它可以让我在强风和弱风之间做切换 就好像剪辑音乐一样 如果大家有剪过音乐 就知道我如果将第一轨fade out 第二轨fade in 它们就会有渐变的效果 这其实就是声音互动一个很常见的做法 对 那最后我再将这个参数 绑在游戏里面的高度或是速度上面 我就可以在整个场景上 动态的调整我风声的强弱 好 再举一个相同概念的例子 我可以用一个参数控制这个呼吸的急触感 然后实际绑定在Aureo里面的这个角色的速度值 这是我做的比较夸张 这是我做的比较夸张 这是 大家可以听到它是渐变的 它不会很违和 好 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 举一个比较进阶一点的 这个是 这个例子是音乐的2D到3D的转换 一般的音乐大家都知道 它是2D的 它是背景没有方向性 那3D 什么是3D音乐呢 我今天如果把音乐种在场景上 它就是3D的 例如说 例如说 现在场景上有只NPC 他在唱歌 那个音乐就是3D的 或者是说 场景上有个喇叭 他在放音乐 那个音乐就是3D的 好 大家可以听到现在是一个 场景上的3D音乐 那我做一个效果 是当玩家在一定距离以外呢 这个音乐会变成2D的 它会变成背景音乐 好 大家实际听听看 渐变的感觉 渐变的过程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背景音乐 它没有方向性 那我靠近的时候 它会变成场景上的音乐 它远离的时候 它不会再继续衰减 它会变回背景音乐 好 其实在做声音互动的时候 我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跨部门合作 就是其他部门的人 不一定了解声音互动 他们可能也不了解它的重要性 那 有些人可能觉得 这个玩家听不出来 会觉得他没有必要 确实我今天不会 如果是玩家 我不太会因为 这款游戏的声音互动 去购买这款游戏 但是 我想说的是 就是声音互动 绝对可以帮游戏加很多分 那下面是我 整理的一些重点 声音互动是隐晦的 但是是强效的 它可以在无形中 改变玩家的行为 或者是引导玩家 不同玩家对声音的敏感程度不同 或许就有一批玩家 对声音比较敏锐 他们常常在游戏中 是靠声音在主导行为的 过滤掉不必要的资讯 其实游戏中有时候 视觉的资讯就很多了 如果再把音乐音效加进去 那个资讯量是爆炸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靠 声音互动和动态回音 可以过滤掉 动态的过滤掉 比较不重要的声音 只留下当下比较重要的声音 好 最后一个是 我觉得声音互动最重要一点 就是可以增加游戏的丰富度 还有细节 还可以增加游戏的沉浸感 那一个好的游戏 它沉浸感会够强 才可以让玩家 更沉浸在我们 创造的游戏世界 好 谢谢大家 以上的我内容 那个 九凤有在真人 如果有兴趣可以 可以去 对 感谢博弈的分享 那今天的五个主题 都分享结束了 那这边的QR Code 然后可以下来到 这次讲座的投影片 跟补充资料 那接下来是问答的时间 待会发问的朋友 请先说 你要向哪一位讲者提问 然后再开始说你的问题 谢谢 麥克风在那边 就是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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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展问 这可以用 展问 下次不要问 但是 找人 好 motiv 大家 都在掃QR Code 這個機會難得喔 不問一下 待會就不給問了 不給詢問了 不給詢問了 那你還要做兩回嗎 還是要做兩回嗎 我一開始做兩回 後來發生一回 請問 請問 謝謝五位 那我想問一下民中 你好 我自己有試著我們看Farming Tracker 喔Farming Tracker 其實我覺得像那個畫那個陰形啊 那個很多我都很不熟悉 然後還有它裡面 剛剛你才講十六經位 我才知道原來那個東西是十六經 就是0到F這件事情 就我自己看人家的寫的碼 然後自己去試玩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多東西做不出來 那這個東西你在一開始入門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 就是讓自己慢慢進步的 喔首先 超重要的 我是先從現在的編曲軟體啦 我先學到 像你剛剛那個樂器 就是 其實就是ADSR的概念 如果你後來後面有學 就是 Attack Decay Sustain 然後 然後 啊 是Release OK 就是太多那種 一些基本的合成器概念要先去學 然後 像 像現在MIDI已經不用十六經字了 所以你去 OK啦 以前的方式來講 因為以前的電腦就是 二進字 但是二進字的位數太多 所以 用十六進字 比較 位數比較 比較少 就是各位數十位數這種 這種比較 能夠省略二進字的缺點 那 是 你是說想問我說 學 學 什麼 就像 回到 我的意思是說 像入門 然後像要畫那個波形啊 或者是說 那個中間有 你在畫的時候是 中間有間隔 就在 那種聲音 那 你一開始怎樣 就是說 我想要試著用Farmy Tracker 或者是 你剛剛推薦的 Dohomass Tracker的話 那 你那個介面可以畫波形嗎 畫到音量曲線嗎 對 還是要用代碼 是 因為 剛剛我已經有畫 然後下面它會標示說 音量從0到15 15是最高 也就是F 然後你如果是這樣直線下來 就會是15 14 13 12 11 到0 所以你那邊可能要 你那邊如果沒有曲線 你可能要自己 畫 畫 畫網格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你學會這個東西是自己玩出來的 還是你一開始入門是 像你剛剛說的讀樂理讀出來的 不是樂理 不是樂理 合成器理論 合成器理論 這是合成器理論的 然後 就是玩合成器玩出來這樣 對對 那個其實很簡單的ADSR概念 你可以回去查一下 謝謝 謝謝 喂 對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還是講者要各自互相問 質問 阿彪你為什麼要音樂做那麼帥 還有其他人很難做 好 這個要解釋一下 一個禮拜前 我就上面 原本要做一個 只做兩個小節 但是中間又分了很多 技術上分了很多段落 就是好多不同的曲子 但是後來被打槍說 好 你乾脆做一首啊 從頭 從頭講到 所以 我又花了一個禮拜 把它 先從那個demo開始做起 不是現在這個版本 是先在我的編曲軟體上面做 然後 再把它自己 再把它編成8bit的版本 也是做兩份工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沒有問題喔 那其實我們時間好像也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感謝今天五位講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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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